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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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祂就沒有來,祂也能夠禪定 所以在佛法裡告訴我們,是與不是都不是 這兩個意思就是,我們在有一個地方,執著的,我們就會被卡住在那個地方 在我們的生命裡頭,無論是任何一個我們生活的 不管是身體的、感情的、事業的、人情的、思考的、思想的任何一個領域 那麼佛告訴我們,我們如果一起植的一邊的時候,那都會成為邊界 所以來的人有大智慧,今天不能來的人也一樣有大智慧 各位,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好,了解的話,請你鼓掌好不好? 這個掌不是為我而鼓,我也是為你而鼓才對的 所以佛法會告訴我們說,無上甚深唯妙法 這個無上甚深唯妙法,它就是這麼的圓滿,這麼的活潑 這麼多元的智慧,在我們的人生裡頭 所以也正因為是如此 所以在我們整個有聖之年,我們碰到什麼事情 我們不會突然間被植在一邊而陷入那個漩渦 我們就是有一天在生命要結束的時候 生命要結束的時候,確實也是有很多的掙扎跟困苦 年老的時候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困苦、紛繁都在 但是有些人在那個地方,他能夠如如,事情看清楚 如所從來,無所從來 他雖然面對他,有這麼一個人面對他 但是他能接納他,處理他,放下他 那麼,在前一章裡頭我們講到金剛障菩薩 金剛障菩薩,他問到 那麼,最主要的核心問題是說 眾生本來都有佛性 我們每個你講的都有佛性 那麼,何故我們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無名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們以為說,這個問題好像問起來 如果說在一般的這種前景 有時候會被問,你怎麼這麼會搗蛋 問這什麼問題呢? 我跟你講這樣,你不聽,你問這個什麼問題呢? 但是佛不是,佛很能夠清楚知道 金剛障菩薩他問的 既然你剛剛講的每一個人都具足佛性 那為什麼我們會產生無名呢? 所以他在金剛障菩薩 他們所討論到的 他說一切世界始終就在這個生滅 生生滅滅這邊,生一切心 然後又離又離 未能在那個地方超越這個生跟滅 所產生的輪迴 生什麼?生煩惱心 生執著心 生禽染心 就是生 但是過去我們看的好像是滅了 但是另外一個東西又一波又來 所以他告訴我們 本來你有每一個人都具足佛性 這個原覺性 就因為這個生滅之間 我們就在那裡跟著他 就被這個東西捲走 如果沒有一份覺性提醒自己的時候 自己就會被他捲進去 確實,你不覺得嗎? 有時候我們碰到一點煩惱 但是他的吸一口氣 停一停,問一問 問題是,我要把事情看清楚 然後我應該怎麼去調適這件事情 然後去做回應 回應完了以後,我放下他 為什麼? 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個同樣的答案 因為每一個人的情境都不同 眾生啊 有如沉沙之多 每一個眾生,每一個沉沙 他的煩惱呢? 也像沉沙那麼多 不像我們灰塵裡頭的 就像沙漠的沙那麼多 確實喔 我們是很會想要很多煩惱的人 有時候我都會談到這個問題 我們有同學就會跟我講說 老師,我看你好像很達官 而且我看你常常都笑嘻嘻的 你真的是沒有煩惱 如果我不是沒有煩惱 我要告訴你 人活著總有這個沉勞 有這個煩惱 但是問題是 你不要一個煩惱 被一個煩惱一直困住 煩惱是有的 但是頻率低一點 煩惱是有的 不要被他困住而走不出來 那麼所以呢 這個 當我們不被他困住的時候 我們的原覺性就會起來 當然相對的 我的原覺性 能夠 自己能夠有一份這個覺悟的時候 我們也就比較容易從那個煩惱 這樣裡頭 那麼 走出來 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來面對人生 才能夠開啟所謂的《妙法蓮華經》所談的這個《妙法蓮華》 人生本來就像是一個空中之華 但是現在你在人生裡頭竟然能開這個《妙法蓮華》 處於巫女而不然在那裡開花也在那裡結果 其實這個《妙法蓮華》 因為文師修的時間也久 那麼常常自己努力我才慢慢領會 真正我們每一個人在人生裡頭 你已經成就了《妙法蓮華》這樣子的親近之心 除霧女而不然而又能開啟這個的話 那你已經成就覺醒了 在人間你就是菩薩 所以好多大師都稱呼大家所謂菩薩 那麼 這個 這個 我們呢 這個 有覺悟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 這個《妙法蓮華》 這個《妙法蓮華》 我們開啟這個《妙法蓮華》 但是呢 我們有一天 這生命就是在那裡很啊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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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它還是笑看這朵生命熄滅的這朵花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真的是 這個 很有意識的事情啊 這個 很久以前 大概也許有十幾年二十年了吧 我曾經寫過一本書 叫《隨緣成長》 《隨緣成長》這本書 有一個 一個 朋友呢 他這一兩天呢 他 告訴我這件事情 他給我一個簡訊告訴我 他說 他偶然 再去翻這本書 然後呢 他看了這本書看了 他覺得 自己 真的是 又 以前 現在再看 更覺得 受到啟發 對 我們能夠隨著緣 自己 人生所記憶的不同的緣 我們在那裡 有一個決心 那麼我們就隨著 我們的人生 慢慢地在這個地方 就 整個智慧 就不斷地在那裡 成長 最後 我們在使用這個 原訣來絕照 那我們 最後 也在這裡 成就了我們的原訣 不管這生命 每一個人 的根性因緣不一樣 記憶不一樣 在人間做的事業 各方面都不一樣 連 所住的 所穿的 所用的都不一樣 但是眾生平等 都在那裡得平等性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呢 在人生裡 我們常常拿自己 跟別人比較 然後再來 萬歎自己 人生所接觸到的東西 那麼 不滿意自己 面對的 所有的這些 這個人生的資料 那不喜歡自己 所碰到的這個原 你弄好原 問弄攀原 這個 就 問題就在這裡 有的人 處處都產生下 結善原 都在那裡成長 有的人處處在那裡 感受到那個原 對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其實障礙的不是原 是它的煩惱障在那裡 是它的所知占在那裡 所以呢 這個 我們知道 這個 在講在圓滿的 這個 世間跟初世間 世出世間 不二法門的時候 談到真空妙有 禪家也談真空妙有 天台中也講真空妙有 這個 在圓絕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一樣在談真空妙有 正真空妙有 在華言裡頭 也是談真空妙 因為它講叫如如不二 第一個是如所從來 第二個是如無所從來 這兩個是不二的 好 那麼現在 佛呢 在這個任節裡頭 那麼 他接下去 就解釋這個問題 既然每一個人都有這個 但是他已經告訴我們 在這個人生裡頭 你很容易捲在那個地方 那麼所以你的原覺之性 被這個生命的 這個生命的這樣 被它捲進去了 那你一直都沒有這一份覺悟啊 那麼所以 那麼這個 雖然有這個本覺 但是呢 卻沒有辦法真正的 這個開啟開來 障礙了我們這個覺醒自信 自覺的這個部分呢 那麼他在這裡談到 說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人生產生了 我們人生產生了三禍 第一個三禍呢 第一個禍呢 叫見師禍 第二個禍呢 叫沉沙禍 第三個禍呢叫無雲禍 那麼前一堂課呢 我把這三個呢 就先把那整個來龍去脈 先做的解釋 然後這個講到 這個 因為你有這些禍 所以我們呢 就在生活當中 常常是迷思 因為是迷思 所以我們的本覺 也就在那個地方 沒有辦法開啟出來 所以你所問的 佛所講的 每個人都具有這個決心 那為什麼我們會 落到這種地步呢 就是因為你起了三禍 起了二障 起了三禍 這個問題 那哪三禍呢 告訴我們是見師禍 那麼見禍的意思呢 就是深見 邊見 邪見 接近取見 這些呢 那麼見取見 這些呢 這個是見禍 思禍呢 是思想上的迷思 我們被種種的 一些成見偏見 執著給障礙 所以我在思考上 就有了障礙 現在我們來看看 見師禍這件事情 見師禍 我們講說 他在經裡頭告訴我們說 像深見邊見 其實我們的每一個人自身 我們自己體驗的 的一個經驗 彼此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看一件事情 也是不太一樣的喔 你同樣的 這個看到 這個 這個 冬天這麼冷 風雨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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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刺骨 你覺得 這個 你看一下 耶穌神 就是 這個 以前鄉下家 大家都會養狗 當作 這個 家裡 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你 你 就是 趕著他 他都不願意出門 狗本來就很不怕的 但是 連 他都不願意出門 所以他用 這個 台語的 這樣 共告也不出門 就這個意思 可是我 跟你講 很冷的時候 你有沒有真的是 但是 我們確實是知道 正能 我們要保護自己 沒有錯 可是 你如果 有時候他在探頭 就把它看一看 冷裡頭 其實 至少也在窗戶裡頭 望一望 你一定會覺得 這麼冷 當然躲在家裡 開個暖氣或暖爐 是最好啊 當然 你是對的 可是 正好是想一想 嗯 我得出去看一看 他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穿暖一點 然後 我突然間 找不到我的圍巾 因為 只有去 下雪的地方才會回來 然後 毛巾我放在 已經數字高高了 我懶了 就把它拿下來 只要拿了一條毛巾 稍微把它裹住 然後 我還是要先去 把它走一走 欸 可是 我以前 像西藏 極地 弄的手套 我也是一樣 數字高高了 那我怎麼辦呢 我一想 對啊 平常在家裡做事的時候 也需要一種 我們讓我出租的那個手套 那個也很好 就拿了一個 然後就很高興 就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自己要把它準備好 然後好好的去把它走一走 它覺得 嗯 還能夠聞到一點點小時候 那種 這個 冷 但是還沒有辦法到那麼冷的感覺 但是呢 還覺得 所以你也覺得 好像突然間自己變年輕了一樣 這個心 同性突然間出來 覺得 有一種 也是一種 新奇 也是一種美好 但是你如果走不去 你必須要在家裡 你硬出去說 鄭老師是這樣子的 那你就無名了 是不是 你就 就 這個 這裡面就有了煩惱障礙了 就有了見識貨了 因為這老師這麼講 這個 這個勵志的書這麼講 那勵志的書是給年輕人講的 你這個 老人家 你怎麼 你自己說 三人圓圓小地 台語講說 三兩的那個 撐東西的那個 你要把它除掉 你才知道 所以 我的意思是 在我們的人生裡頭 我們保持著這一份 這個 眼耳鼻舌生意 所接觸到的這個見 這些見在這裡 但是我們這些見 常常 因為 有了邊見 有了成見 有了刻板觀念 所以我們 所以見識 思惑 這個問題 在我們人生裡頭 不只是 但只是用見來做的 但是見就是眼 眼耳鼻舌生意 在身體上去感受的這些東西都有 但是不管怎麼樣 各位 在這個寒冷天氣裡頭 你冒著寒風 到講堂來 到華藏世界裡頭來 其實我應該跟各位說 恭喜啊 恭喜啊 為什麼 發喜充滿啊 沒有來的人呢 恭喜啊 恭喜啊 你也另外一種 發喜充滿 但是聽完了以後 到底有哪一個對不對 那麼就產生了見識或這個問題了 聽來是這樣的 到底哪一個才對呢 好 眼睛所看 眼耳鼻舌生意 這裡面呢 它會產生我們的見 也會產生我們的思 思想上 我們的一些迷思 一些迷惑 這思想上的迷思 往往是被我們的成見 偏見 刻板觀念 給綁住的 我今天給各位解釋的這些問題 你現在在去讀禪宗 那些中門的那些資料 那麼你去看景得傳登錄 你去看禪家的各種 你再去讀禪會發現 這個你了然於心 你知道它在談的是什麼 那麼有見惑 有思惑 這個見惑思惑 大部分是來自於我們的 這個觸覺 從眼耳鼻舌生 所碰到的這些東西 所產生的障礙 那麼第二個呢 它叫沉沙禍 什麼叫沉沙禍呢 他說我們所看到的事情很多 還不打緊人生 你要去煩惱的事情 有如沉沙灰塵一樣 這麼多 我們沉沙裡頭 在沉世生活當中 有種種不同的這種挑戰 種種不同的這種我們內心裡頭 因為透過見識後 我們起了分別心 在這個地方 所以沉沙確實是有很多的苦啊 不是只有所眼耳鼻舌生意 所接觸到的東西 而是我內部裡頭 光是想法 錯誤的想法 偏頗的想法 我們會陷入很多的困境裡頭去 那所以沉沙禍 在我們的經文裡頭 它沒有一個一個給我們解釋 這個 因為《圓絕經》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剛要的東西 那麼所以沉沙呢 那就是這些人生 在我們的生活、工作、家庭、人際 種種的生活的各個不同的面向 所碰到的都會產生沉沙禍 所以有的人會這樣子 你怎麼會煩惱、會想 對 想當、想塞 他就說 我也不說我多想 就搞煩惱而已 他說 但是搞煩惱的人 你可以想看他 他 煩惱的 什麼都煩惱 隨便看一個新聞 看完完以後 他會死一個字 我看這個時期好像很壞 他開始在煩惱了 然後呢 看到人家現在很好的 股票大賬 他就吸一口氣 就這樣起起落落 也看到實在是會怕 對他來講 他到處都是 那麼沉沙裡頭 眼睛一看 看到家裡的東西 也煩惱 看到別人的東西也煩惱 看到社會的改變也煩惱 看到自己的工作或記憶上的東西也煩惱 哪個鏡子看一看煩惱都無邊 所以以前給各位講過 有一個人 他到心理之上那個地方 跟他開始談這件事情 那麼談到他有很多的煩惱 但是他的煩惱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他對他自己的這種我像這個部分 我像只有一部分而已 我像 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 這四像 以後我們還會再談 這四像可多了 我們不只看自己的煩惱 還煩惱把人給家去 是不是 是人像 那麼眾生像 一切眾生 宿皆的事情 通通都煩惱 受者像 受者就是永恆存在 這ล ... 這兩種東西也延估了 不 這件事情 就是受者像 還有這個我的人生 我的事物地結束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还存在 我在哪里存在 这都叫属于受责向的烦恼 但是如果转世成智 就回到智慧 回到这个原觉性里头来 那么沉沙这个地方 无量无边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很多 这一晚以后我们产生了无名祸 这个无名祸里头 那么我们每天都会随着 我们的贪嗔之慢以邪见 在那个地方产生 一些烦恼 这些烦恼还不打紧 我们在情绪 还会成一些负便的情绪 叫随烦恼 那种悲伤 愤怒 抑郁 不安 焦虑 惶恐 这些情绪 还会跟我们的贪嗔吃慢以邪 所以这些大烦恼 把它会融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 经典里头 世尊是跟我们讲过说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被我们所碰到的这一个周边的这些事情 那么在这里有生命心 产生了这些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轮转 这个轮转里头 那么有见识祸 有沉沙或 有无名祸 产生这些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六根 六四六成 我们称为叫十八戒 那么六根呢 就是言耳鼻舌生意 六根 那我们的六成呢 我们的六成组的呢 就是讲这个设身相畏处法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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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根 有了尘 那么我们自然也产生了事 这个事呢 就回到了我们的心里 无量无边的这个心事里头来 这个事可以从眼睛里头表现出来 或者陀住于我们的眼里头去看东西 耳鼻舌生意 那么好 这个是十八戒 所以 我们这个地方呢 顺便来给各位解释这个事情 好多人 并不知道壮重出自何点 其实壮重呢 是出在欧函障 欧函障里头 欧函经里头有一段提到这个问题 说 欧兰 跟佛 这么讲 地狱的众生都跟他讲 现在地狱的众生 都跟欧兰讲 因为欧兰已经有神通力了 他说是在哀嚎的 很痛苦 不只是地狱 山土苦里头都在那里很痛苦 他们要求佛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可以真正觉醒 惊醒 佛就跟欧兰讲 欧兰 你赶快去 那里有一个钟 大钟 你敲那个大钟 那个大钟呢 那么可以 正遂这些烦恼 执着种种的尘老 你知道 为什么要跳一百零八下呢 我们说过去 我们的佛门的 欧兰里头就是这样一百零八响 装一百零八下 这一百零八下从哪里来 你看 从这个经典 从好多经典里可以看得到 这一百零八下 十八戒 对不对 这十八戒里头 会产生了 会产生了 这里面 你看到 这个 见尸或 你看到 沉沙或 看到无云或 这里面 都是跟眼耳鼻舌 生意六 跟放在一起 就变成了十八戒 这十八戒里头 如果起了 有了障碍 有两种障 这部经里头 再下去 也要谈这两二障 一个障 一个障 叫里障 一个障 叫士障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所知障 跟烦恼障 我们很容易 就所知道的 过去所习得的这些东西 我们会被这些东西障碍 而输掉了我们觉察的东西 那些东西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障碍 离藏 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 士障 士障 那么 这个 我们 就因为 因此 而产生了所谓的烦恼 所以士障 这个士障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因为有种种的这些障碍 我们起来 我们称它叫做烦恼障 那我们的 这个 里藏这个部分 是因为我们所知 我们所学的这些过去的知识 就是过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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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成见 偏见 刻板观念的东西 会变成了我们的里藏 就是思考的智慧的这部分的障碍 里藏就是跟 影响着我们的 跟我们的所知障 跟所知 这是里藏又称为所知障 士障又称为烦恼障 起烦恼 就起很多的事 不大事 催大事 烦恼就对了 那么里藏跟士障 只要起这种障碍 那么障碍大部分都是 就取出一分别心 好 那么这个 你看看 十八戒 乘以 里藏跟士障 再乘以 我过去的经验 现在有的东西 以及我对未来的想法 过限位三十 你把它乘下来 你把它算算看 三六十八 乘以二三六 对不对 六六 对不对 六六 对不对 六六 那么这个 三十六 是不是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 那么所以 三个变成十八 十八再乘以六的话 那么就是一百零八 那么所以你把它层层看 这个用层的交叉 那古德 用这个来讲的话 是鼻子之间交叉 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烦恼之多 困境之多 你就会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尘劳 有这么多的困顿的原因就在这里 烦恼真的很容易起烦恼 我们可是在禅经里头就要告诉我们 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烦恼及菩提 是不是 菩提也会产生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你有烦恼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怎么样 以这个菩提的这个智慧去绝照他 但是你不绝照的时候 那你的烦恼 就这个本来的 你不绝照的时候 那么本来是菩提 这个菩提变成了分别心 然后在我们的世界里头 也产生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菩提被障碍掉了 也就是我们的圆绝心被障碍掉了 所以本来应该是圆绝心去绝照 那个凡尘尘老的 现在尘老回过来 把圆绝心给障碍住了 那么我们知道 在禅宗里头谈到 见修跟顿悟 顿见的问题 佛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修行上有盾有箭 但是呢 并不是说 他并没有固定告诉我们 要用箭 也没有固定告诉我们一定要盾 到底我选哪一个才对 这就是唐朝的时候 南北中 尤其是 南中越来发展越好 北中等于是国师 所以后来朝廷就办了一个华台变经大会 这个变经大会完了以后 南中就等于 中文被编 整个都被接受了 研究在哪里 当他们辩论里头 辩论了好多晚以后 这个 皇帝呢 就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说 箭修重要 你们也说顿悟重要 那么请问 顿跟箭 有什么 怎么个不同 哪一个比较重要 这里面呢 北中上讲 箭修重要 有箭修才能够产生这个 结果呢 这个 神会和尚呢 他 回答的是 他说修行 顿中箭 悟法 箭中 这个修行的时候 修行的时候是顿中箭 因为你要修行 你一定要有所领会 要有点决心 顿中 要慢慢去 长期的去箭修 悟法 箭中顿 你要真正开悟 得原决心的话 要在箭修当中慢慢 它去开悟 所以那个是小顿 一个 但是他不需要讲这么多 这两个变成不二 这两个变成不二 那我们看了 这个十八种烦恼里头 十八戒里头 成是二障 再成在过去 现在未来 这生命世界里头 有着烦恼很多 你也不必自探自己 但是我们知道 要懂得在那个地方 能够有时候转次 成之有时候领悟 有时候用小顿帮助我们修行 有时候修行上增加 让我们增加了大悟 那么这两个 好像我们在行词上 这两个 在终究到最后是真正的大悟 可是大悟完了 但以后呢 在人间 大悟完了又 佛 开悟了 又来人间 这些大菩萨 还未来又回到人间 他来人间 并不是要有所求 而是人间 依各种不同的更新因缘 化度人间 以慈悲喜舍来化度人间 那么这样子 我们看起来 这十八个宗像 那么你们有人 有人整个去撞过宗吗 有 有 很好 那个撞中 你在线上 你可以看到 但是 如果你现场去撞过的 那个感觉 真是不一样 我 法库山 他 那个 化法中 这个 落成的时候 去了 就在那旁边 撞 的时候 我突然间感觉 那个整个好像城牢 好像突然间奔落 那种感觉 那个感觉是 因为那个 中的震寒的 那个感觉 所以 这个 我在阿尼和夫院讲课的时候 特别给他们在讲 这个部分 这个撞中 一百零八响 撞了以后 你会感觉到 真的是 整个的 这些城牢 好像 不落下来了一样 但是撞完了以后 这个 众生 常常 好像在你的 记忆上都在 那么 好像 让我们 有一个 一个觉醒 我们如果 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再想起这个 就 真的是 很 美妙啊 那么 有一次 这个 我参加 世界 这个 禅学大会 那么 这个 在 西藏 还有 在 这个 斯里兰卡 那边 他们 一些 甚至于 他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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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的一些大叔 都去参加 那 我一起参加 那么 就在呢 参加里头 这个 西藏的这位 参加的这位 喇嘛呢 他就 跟我 在一起 谈一谈 他就 在口袋里头 拿了一个东西 说这个 送给你 什么东西呢 练珠吗 不是 一个 小小的一个 中 魔性 我看到这个 中 本来 摇一摇 他跟我说 他说 这个 中 就是 壮中的 中 所以我现在 看到那个 中本来摇一摇 就感 就想到 这个有趣的故事 但是我也知道 小小的中里头 那个中 给我们的是 一种启发 让我们真正能够 我们容易把 有些东西 这些成老 这样子 在中生当中 因为我们受到 这种感动 受到这种震动 我们这样子称老 那么 窘托 所以古德会讲说 称老窘托 四肥肠 仅把 这个 神头做一肠 若非一番寒测骨 焉多梅花 蒲鼻香 那么 所以 也是要 自己要有这个 一个努力的 不过 我也跟各位讲 几年前 那么 我一定要去 大陆去演讲 他们就 带我去寒山寺 那一次去的时候 在寒山寺那里 我这个 听到了 众生 可是有去的事 也是 但是后来 大概两三年前吧 我带 我的那个 这个大孙女 也去演讲的时候 顺便带她去 诶 他们 这一次又带我去 去寒山寺了 我就问小朋友 你想不想去转个钟 那个钟随时都可以转 你看你有听他转 他有 他好高兴 我们就爬上上面 那个钟楼上面 然后 跟大家拿 扶着那个 他跟我讲 他说 这个钟身 好震撼喔 一个 儿童的感觉 我说对 这个钟身 就是好震撼 他让我们真正的震醒 不要被一些错误的东西 不要被一些 承见偏见的东西给绑住 懂不懂 不管 但总是一个故事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去撞到那个钟 也无所谓 所以问题是我们自己练心里头 有时候我们到一个钟身的时候 也能够起这种感觉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撞 这十八种 一百零 一百零八种烦恼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炼珠也是一百零八颗 一百零八颗就是我们所有的烦恼 我们的烦恼不是这样分类 是交叉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很高烦恼的 不是只有很高烦恼而已 烦恼很多 稍稍怎么样一下 借着也会收地下去 那也会收地下去 所以从一个礼藏 四藏 再加上这个十八戒 然后我们过去的经验 现在面对的东西 以及对未来 我们常常对未来有很多的 一些见地在那个地方 而且未来的东西 那种所谓的疑惑见地 不会比过去的少 几乎是一样的多 但是这里面相交叉 把它沉起来的时候 这烦恼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能够在修行上 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们师父开始讲经 在华藏图书馆 前美华藏图书馆那本讲经 在整个的一个生活工作上 我正处也很多都分繁的那个 虽然说在地方政府但是很分繁 有一天我一个同事突然今天 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上班去的时候 我就说他走了 我还帮忙办了一些他的一些后事完了以后 我就一直想着 我过去常常都会到宜蘭的雷运寺 我来台北到底到哪一个佛寺去呢 所以我想着有一个佛寺 有一个道场常常可以去亲近的 每个礼拜去听一听的该多好啊 所以我正在这么想 但到底去哪一个道场 我礼拜六在正大上课 就在那个教授休息室的对边 有一个老教授 我们两个人同一个时间上课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每天都是这样 顶多只是这个点头之交就是了 那一天呢他就走了过来 他是最高法院的庭长 叫郭茂教授他走过来 他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学佛的 我说是 你学哪一门 我说我大言不惨跟他讲我学禅 我说哇 我说你也学佛 他说对 你学哪一门 他说他学密 我们就谈起来了 然后谈到因缘 然后他就跟我讲 然后辗转就这样子 这个靖宫老和尚在师父寺讲金刚经 他跟我讲我到那边去 然后那里的香灯呢 就这个介绍我到这个靖宫老和尚那里 然后我就见了他 他呢讲课的地方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很近的地方的一个土地公庙 他就在那里讲讲金 因为也没有别的地方 他刚开始讲金而已啊 然后 开始 这个 这个韩官长呢 他自己 他这个大护法菩萨就在那个 这个 这个 艾满那个楼身上 那么就买了一层当度数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讲金 他要讲金之前 他跟我讲说 你可以不可以来 我就 说好 就这样 我更一方面天经 一方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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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呢 也在那里练习讲金 他实在是 跟他有这么一段姻缘 实在很好 所以我就跟金工老婆上讲说 师父 我跟我的同修两个人 我们就在你们下 再皈依一次 因为这种心 这不一样 就在讲课完了的时候 他说好 然后呢 就在这个佛堂里头 他就帮我们就礼拜皈依了 皈依完了以后 我这种口袋里头拿出来一串炼珠 我的同修也各拿 我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师父 请你把这个炼珠帮我们带上 他说通常在家 这种事不带炼珠的 但是 我还是要帮你带上 他把这个同修一起带上 我们两个人那天好开心 我没带着他 把他带在我的衣服里面 因为我怕别人看到 就这样子带了好久 这种键 唸珠 一直都不穿 后来觉得一百零八串太长了 所以去改了二十七颗 反正我练四串等一百零八 我知道 这只是我拿着 但是你知道一百零八 这个佛珠 不管你拿长的还是短的 你拿着佛珠的时候 再转的时候 就是在转一百零八种 我们的烦恼跟我们的障碍 各位,你了解這個意思了 那麼你也了解到說除夕 因為一連到那個地方 那麼要到這裡叫除夕 我把過去所有的城牢 我在那個地方,在中當中 我能夠把這些剝落去面對 那麼所以這個撞了中 你了解這個佛法裡頭很多的一些 它的儀式,它的一些道理 你就會覺得很好 其實你也是很方便 像我的包包裡頭隨時隨地都有佛珠 但是我已經不用長的,不方便 我就用那個二十幾刻的 那麼拿起來,你還要練一練 就練一練,一方面練阿彌陀佛 後面把煩惱去掉 對不對? 這裡面呢,就在這裡呢 那麼這個慈悲稀色 我們在這裡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整個的一個佛法裡頭 你看起來,你覺得它叫宗教,叫信仰 但是佛法裡頭告訴我們,這是佛法,這是絕法 那從我們現在心理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我們萬法就是這個心 我們從這個心事這樣能夠轉念 轉世,能夠誠摯 然後我們才能夠真正地在那個地方 這個覺悟,而且生活在我們的人間裡頭 我們真正會氣味到所謂的無量心 那麼我們也知道 有一天,我們生命總是到最後 它是有窮盡的 就生命的生命裡頭 我們無有生命 我們不會被生命這件事情給障礙住 那麼我們看到了無量獸 我們接觸到永恆存在的這個無量獸 所以我們講無我,無我 是不是 但是佛卻告訴我們,常樂我盡 是不是 所以沒有衝突 就是告訴我們,無我裡頭 就是要不要看到那個永恆存在的那個無量獸 對,這個我 所以我們結束了它 這個生命有始而終 你知道我們的生命裡頭 那麼這個生老病死的變化 從年輕 這個嬰兒幼兒青年成年 這個中年壯年老年 老年前期老年中期老年後期 統統都要到最後的 但是我們知道,來人生我們會珍貴 對,來人生我們會好好努力 但是我們也知道 但是我們也知道 到那個時候 我們都覺得我們時時刻刻都 我們珍惜的 我們自己珍惜的這個無相的這個無量獸 能如此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真正有這個志在 這裡面呢 我們就是因為談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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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 上菩薩 那麼他所問的這個課題裡頭 那麼我們延伸今天給各位談這個課題 而且這個時間也正好差不多 差不多睡末這段時間 那麼大家就更能夠了解這個事情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進入到彌勒菩薩藏這個地方 你知道我現在講 你這個經文裡頭自己自己看 但是我們知道彌勒菩薩藏裡頭 那麼這個 彌勒菩薩就站起來 很恭敬的 那麼這個 向佛來勤法 對不對 那麼怎麼樣呢 那麼能夠 這個 讓我們的人生裡頭 那麼 真正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整個的一個修行 究竟的意裡頭 我們這個 你前面講到說 我們在二障在輪回裡頭 因為我們常常在那裡是輪轉 一出去都不會回來 所以 我們不在那裡輪轉 那這麼講的話 那麼 佛啊 那這樣子的話 若如菩薩及末世眾生呢 你看到二十八頁 欲游以如來大極滅海 雲河當斷輪回根本 我怎麼樣才能夠 這個 斷掉這個輪回的根本 余游輪回呢 有幾種 這個總性 修佛菩薩呢 有幾等的差別 那麼回入成牢 當設幾種 在我們的人生的成牢 當設幾種教化的方便 來度化眾生 那麼希望呢 那麼我願呢 不捨眾生大悲呢 那麼 那個 令諸修行 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呢 那麼 慧慕肅清 有這個 這個 慧眼 能夠真正的照耀自己的心境 願悟如來無上之間呢 那麼 這個 佛呢 當然就是很稱讚 善哉善哉 而且呢 他在這個話裡頭 簡單說 你能夠大屬第二行 這個地方 就是二十八夜 令諸菩薩呢 結 結清會墓 那麼 心悟實相 據無聲認 你能夠這樣子做 能夠問 再能夠達到 讓大家可以達到這個效果啊 那麼所以 世尊呢 他就開始這樣子的回答 他在回答裡頭 你看到 二十九月 第二行 第三行 這個地方 一開始 他世間的眾生呢 因為 種種的 這種 恩愛 那麼 所以呢 那麼 種種的 慾望 愛慾 有了愛 有了慾 有了慾 所以 這個是最根本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他在這裡產生了 這是一個輪迴的根本 我們 每個人 都有很多的慾望 有了慾望 我們就產生了愛 所以愛跟慾呢 互相的 這個 又是互相的輪轉 愛又產生慾 慾又產生更多的愛 所以 上面還有我的愛 上面還有我的慾 就 愛跟慾 那麼 所以 當之呢 輪迴呢 愛為根本 那麼 這個 有了這些東西呢 有了輪迴 有這個愛為根本的時候呢 那麼 所以 軟 胎 絲化 這些呢 這個 這個 通通呢 那麼 這個 都是因為這個淫慾 你就是 有了這個 這個 種種的愛跟慾呢 就在這個地方 輪轉 那麼 眾生呢 在愛命中 起了種種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為逆 因為愛 或者是 這個慾呢 你就產生了 有 違背自己 或順心 或逆心 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 這裡面呢 就產生了 種種的忌妒 造種種的業 然後 在這個地方 就生了 我們 所謂的 內心裡頭 就產生了更多的 類似地獄 歐歸 畜生這類的事情 然後 後來又跟這些東西去相應 那如果在我們愛的人生裡頭 有一點愛心 去愛護別人這樣 那麼 他也只能夠在天這一界裡頭 在人這邊呢 那麼 有一點愛心 最後只能夠生到天的那一波 最重要的就是 必須要到最後 他能夠 這個 真正的覺悟 用絕照 那麼這個絕照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真空妙佑 真正的看到了這個 這個 所謂的 妙法蓮華 這個妙法蓮華 就不再是我們眼睛有病 而看到的那個幻象了 以前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 遺患嗎 但是呢 這裡面的妙法蓮華這朵花 就不然是幻覺產出來 所以你在人生裡頭開了這個花 那麼 他呢 告訴我們 這個 一個人呢 一旦有了愛 跟我們的正物這一類東西呢 捨諸種種 是這個 能夠捨惡樂善的時候呢 那麼 能夠這個 增上善果的時候 那麼就活在人 活在天 這個地方 那 我們知道 就是在天界裡頭 天界仍然還有 還是有 這個 這個 所以天有 就不同的天裡頭 天界仍然還是有 這是煩惱畢 人間 人間是有喜有樂 天界裡頭 有喜 但是呢 這個喜裡頭 還是有很多的 這個 容易有 產生染的 這個部分 情染的這個部分 但是呢 每一個天的程度都不一樣 那麼 他告訴我們 必須要真正內部裡頭 內 這個 能夠修了 這個所謂的圓絕 親近圓絕的時候 那麼你到哪一個地方 都一樣 那麼 一切眾生在不同的 這個因緣裡頭 在那裡成就 啊 所以 能有這個機緣 能夠去 這個接觸到 這佛法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很難得的事情 那麼 所以 你看到第三十一頁這個地方 談到 菩薩在煥育人間 以慈悲 那麼 這個 令捨去 種種的 這個 這個 慾愛 種種的慾跟愛 愛產生慾 慾樂 幫你能夠真正放下 永斷輪迴 求圓絕 圓絕的開悟 這就是菩薩回到人間 這些大菩薩回到人間 那麼 他教我們的 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 你看到第三十月這個地方 這個 講到 這個菩薩呢 那 這個 變化四現世間 非愛為本 不是愛欲 活在那個地方 但你慈悲 吞疲 舍愛 甲諸貪欲 而入生死 那麼 這個 能夠 雖然說 這個 在 代人的 有貪欲這個地方 那麼 讓大家知道 在這個 生死當中 能夠 這個 學會慈悲 能夠去捨愛 這樣子的話 那麼 那麼 若諸 莫視一切眾生 能捨諸欲 即除正愛的話 就能夠 永斷 輪迴 前求 如來 元節 境界 於清淨心 變得開悟 那麼各位 我請問各位 這個 像 我們 這個 在 這個 當代 我們 在 台灣這裡 這幾位 這個 大的 這個 這個 大師們 你看 像 聖言 法師 他會成願再來 這個 幸運大師 他也講 我會再來 你看 他們會再來 是在輪迴再來的呢 還是成願再來的呢 是決心成滿再來的 但是呢 我們各位 我們常常為什麼說 各位菩薩 其實 你的決心 如果沒有到某一個程度 你要在這個地方 聽法 聽得下去 也是 這個不容易的 所以 佛法 真的是 難聞 經一聞 佛式難指 現在 你 不是同那個式 而是 這個 佛式 我們呢 現在 已經 有所 奉 奉奉 奉奉奉 我們有奉心了 那麼 所以 能夠如此的時候呢 那我們知道 這些大菩薩們 他們都已經開悟了 有時 你把它看看 他們這些大菩薩 如果沒有 真的在開悟 他們沒有辦法 在人間裡頭 這麼紛繁裡頭 他們 能夠 這麼樣子的 親近 像 正言法師 也是一樣 那麼 我覺得 我真的是 這個 很有福報啊 每一位 這大師 我都有機會 去親近他們 他們 也不捨棄我 都要我去 講講課 然後 這個 我們 跟敬空老和尚 也是一樣 很早就要和講課 他還是告訴我們 這個 這個 要 真的能放下 成願再來 也要放下 真是如此啊 那我們看 這個地方 接下來就在講著 眾生 因為二障 二障 二障的深淺 不同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禮障跟士障 也就是 這個 這個 所知障跟煩惱障 這兩個障礙 深淺不一樣 所以就產生了 有所謂的凡夫 外道 身文 原覺 菩薩 菩薩是指小菩薩 我們平常說 某某菩薩 就是這個菩薩 不是原覺的菩薩 還沒有到原覺的菩薩 那我們知道 所謂的五性 其實就是說 它為什麼會產生來 是因為程度不一樣 程度不一樣 至於 連碰到都不碰到的時候 那已經是這個地獄 對 連碰到這個都碰不到的 是不是 所以 無見地獄的困苦 就在這個地方 那無見地獄 講又講不到 所以佛用這個大宗 那麼要悟然 集這個宗 透過這個宗生 能夠震恨 能夠震撼 每一個人內心深處裡頭的那些成老 那麼 這個二賬裡頭 就是所謂的禮賬跟世賬 所以我們來看看 在善男子 一切眾生 由本貪欲 發揮無名 顯出了前面的那五性 差別不等 依二種賬 而現神賬 它是兩種賬 一種賬是禮賬 它就是所知賬 它障礙了正知正見 二者是視賬 它是煩惱賬 因為有這些煩惱 所以我們在這個煩惱裡頭 大煩惱法裡頭 貪真之慢 以學見 在那個地方 所以續作聲勢 這兩個 在這個地方 我們前面 略略的給大家聽到的 那個禮賬這個部分 因為我有種種的成見 偏見 刻板觀念 所以我們常常會愛正知見 會不會 會 所以 這個 有時候 你接觸到 這個 不同層次的人 那麼 這個 古德也常常提醒我們 同樣都是在佛教裡頭 不可以互相批評 不可以互相批評 因為 成老不同 因緣不同 他到了某一個時候 他自然 他只要好好 去參悟 他 這個 這個 鈍見 這個 祈修的時候 他總會 再來開悟的 是沒有錯 而且 每位菩薩 這位菩薩 他跑到一個地方去 這個地方 他是做這個環保清潔的 他做這個環保清潔來做這個工作 那有人說 菩薩怎麼會是教人家做環保清潔呢 那為什麼不是呢 為什麼 他是在做環保清潔的工作中去開顯了 開悟他 而且在那裡做慈悲洗舌 另外 有些人 他可能 在不同的一些場合裡頭 你知道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雜惡寒裡頭 你也會看到 在過去的古德裡頭 就是有些 這個法師呢 他會去那個聖社場所那裡去畫園 但是 我們知道 這個 有歐蘭 他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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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去畫園的時候 反而被畫了 被摩頓全尼給畫了 但是我們知道 他們能夠到 過去古德 他們有些人到這種地方來畫園 而且說法 所以你知道 常常過去有一些出家的人 本來他可能是強盜或者是 有可能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 聖社場合的人 他們後來出家 成為高聖 或者是很有成就的比丘尼 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你看到 我讀這個 就是這個 虛雲老和尚連譜 我看虛雲老和尚連譜的一些相關的文章裡頭 他也有記錄到這些東西 在他的地址裡也有一些 這個 有人呢 就這樣子 後來在他那邊出家大霧的 所以 你知道 每一個這個姻緣 就 他要提到的就是 告訴我們 因為每一個人 姻緣 他都不一樣 你當然必須要 隨著這個姻緣生前去畫園他們 那麼所以呢 這個 我們知道 這個 禮藏的時候 那麼 我們知道 常常都是所執障 他信這個宗教 信那個宗教 我們不要以為 信別的宗教 他就沒有開悟 不是這樣 你看到 這個 有些 不同宗教的人 跟這個 我們佛教界的高聖 一樣很能夠 這個 這個 相 相同相悟的 所以 不是在這個 問題 不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呢 在不同宗教的時候 不會覺得 因為我也花了一點時間 那麼 去 這個 這個 基督教 去 天主教 我一直 上他們的禮拜 也要一直上 他們的 忘彌撒 然後 這個 這個 內心裡頭 我都有過 我覺得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他們開悟的時候 直接跟上帝想起 那你一定會講 那是佛教嗎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那麼 你能夠這樣子去看的時候 我們的心裡頭 沒有什麼 只要不起邪知邪見 那麼 自然而然 這一切 障礙就會消失 所以 在歷史上 你會看到 種種的 宗教的戰爭 由宗教 產生了種族的 這種衝突 迫害 這個 政經上的 一些困擾 這 都是因為 有了這個東西 產生的截難 有了禮藏 有了四障的時候 所產生的截難 我們知道 是這個原因 各位 這個 法古善 他 這個 就是 這個 除夕壯中 他是 108 for all 為世界祈福 我覺得 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標題 法古善 除夕壯中 副標題是 這個 108 for all 為世界祈福 其實這個煩惱 人生的 種種的 禮藏 勢藏 能夠慢慢地 襲擊下 這世界 才會真正地牽進 禮藏 是當然有 種種的這些 這些 問意的這些 疫情 才可能會 牽擾 所以呢 在訪問 我在線上訪問我的時候 他說 老師 你講一句108自在語 就是聖言法師的108自在語裡頭 一兩句話 我說 要 用智慧 處理事 以慈悲關懷人 人生就是這樣 自 卑自 雙運 這世界就是必須如此 然後 在整個的一個做法上 他 在這個108自在語裡頭 他講 他說 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做法就是這樣 這些事情 如果能夠準日子 那麼 這個 108自在語 那麼 那麼 這個 在眾生裡頭 大家能夠知道 就把這個煩惱 全世界大家能夠如此的時候 疫情也很容易消退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可以彼此互相關懷合作 這些東西 他可能也會消除 有人 就跟我講 說 台灣真的是像是一個 這個 這個真的是美好的 這個天國 我說 有 我們這個部分 處理得很好 管制得很好 但是 所有的人民很守 這個規定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能這樣子的時候 那麼 這個 就 但是如果有幾個人 不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就有可能 出槌 需要 繼續的去保持 這樣子才可以 那麼所以 禮藏 我們的四障 那 在禮藏四障的程度不同 就有所謂的五性 這五性裡頭 有環夫 有外道 有身文 有圓絕 有菩薩 那麼 到圓滿的時候 那是圓滿了菩薩 他就是圓絕了 所以呢 這個 當發願 斷二障 我們一定 一定要發願斷 斷除 這個 煩惱障 和所知障 那麼 你看到 三十一月這個地方 當發願 那麼 這個 情斷 二障 情的意思就是 建修 我願意好好建修 二障以伏 極能誤入菩薩境界 就是圓滿的那個菩薩境界 那 不是我們一般說 我們學佛 我們有的這樣 我們互相稱呼的這個菩薩 只是指那個圓絕的菩薩境界 若是跟禮 禮藏 能夠 永斷滅的話 已經永斷滅的話 據如 就是如來 微妙圓絕 滿足菩提 極大涅槃 這個涅槃 並不是 空 這個涅槃 沒有障礙 沒有這些情染 所以 我們講說 涅槃經理書談的 所談這個涅槃 最後呢 否還特別叮嚀的是什麼 是 如來秘密之障 是不是 如來秘密之障 這三個常常都要提醒大家的 我們彼此在互相 這個 第一個是 解瘦之法 第二個是 如來之身 第三個摩赫坡人 是不是 那我們能這樣子 那麼 所以 這個 在這裡 能夠斷 前段 這兩種障礙的時候 那麼 行政 你到了 第3 是1月 第二段 這個地方 善籃子 一切眾生 皆正圓絕 逢善之事 一筆 一筆 所作因地發行 而時修行 便有頓見 就在這個修行 就在這個修行的方法裡頭 就有頓 也有見 你已經了解了 在以後的修行裡頭 你我我們有頓有見 若以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 跟無大小 沒有所謂大跟小跟 皆成佛果 都愧成佛果 無論跟近因緣如果 都愧成佛果 那麼 無論你修 沒有所謂頓 也沒有所謂 就見 這樣子的問題 若諸眾生 需求善有 易學見 如果他在學佛的時候 碰到了一些學見 未得真悟 沒有得到真正的開悟 事者評為外道總性 那就是變成道之外的總性 那是學師的過謬 非眾生的錯 但是只要他有一天 自己能夠覺悟的時候 還是不差 還是不差 這個原覺還是不差 所以這裡面 眾生之所以 有五種總性的 這個程度的不同 那是因為 這個修在這個二障裡頭 他這個修行障礙的程度不一樣 所以我也常常都會講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煩惱 這個層次 程度不移 有的人多 有的人就少 有的人比較酥 有的人比較密 是不是 那麼有的人呢 他這個時空的範圍很大 那個時空比較小 但是這裡面就看 我們怎麼在這個地方自己努力 實施勤佛事 所以這裡面就有兩個 一個是鈍 一個是劍 但是鈍跟劍呢 就沒有辦法 完全分開來的 所以你看到說 這個華臺變軍大會的時候 那麼這個神會和尚呢 他講了 就修行頓中見 那麼物法見中頓 所以頓見是不二的 不是這兩個 這兩個隨時在我們的身體裡頭 都需要 我們在我們修學 我們也要懂得見修 我們也懂得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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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足有一法 而是這兩法 好像我們的兩隻腳 在不斷地往前走一樣 就這樣子 那麼我們呢 能夠如此的時候呢 我們才不會產生了誤差 我們才真正成為圓訣 否則的話 程度不同 就有五種階層問題是這樣 但是我們知道 只要有機會聽到佛法 其實這就是一個非常難的機會 像今天天氣這麼冷 大家不必冷 寒風細雨所障 而且也能夠來開開心心地在這裡分享 這佛法真的是在殊勝難得 不可思議 但是我會講 沒有來的人 今天我們認為他對 因為他不適合來 所以散哉散哉 好好修行 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二法 是一法 頓見 不二 是這個樣子的 那麼 這個 那麼 傳到這個地方呢 那麼我們知道 這個 文書 這個 在這裡呢 這個我們看到說 這個 這個 米勒菩薩 他問了這些問題來談這個部分 那麼 這個菩薩呢 他能夠以這個方便 大悲方便來修持 那麼我覺得這個修行的方式呢 在我們的這個人生裡頭呢 那麼在我們的修行上 他到給我們來一個很好的一個修行的法門 所以有人就講說 各位 以前我也跟各位提過 有人講說 可是我沒有修得那麼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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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每一個人慢慢去漸進去漸修 那你的漸進去漸修 那你的漸進去漸修這裡面 處處都有物 所以 這裡面 是不二的 所以 我已經 這個 各位講過 我說 我 會好好的練佛 有人問我 說老師 那你 生命結束你要去哪裡 我毫不思議 我說 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裡 我說 我去那裡 因為我還有 學父還沒有修完的 我會去那裡修 把他修完 我已經很用功了 但是我知道 佛法 這個 無盡 佛法無量 這個 我們試驗學 我們 當然 為什麼 到了那邊的時候 在那裡的菩薩 在極樂世界 他們每天 夠以一個聖諸妙華 供養十方諸佛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還是一樣 但無論如何 佛還是跟我們 末世的眾生 千萬不要忘了 阿彌陀佛 阿彌陀經 極樂世界 這件事情 我覺得 禪禁是不二的 極禪之時也修禁 極禁之時也修禪 極禁之時也修禪 禪禁不二的修行 今天 我們給各位 講到這裡 圓滿 現在我們 好好來念佛 這裡面 禪禁不二 我們好好來念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